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如果一个男人累得只剩下一点抓起斗坑的气力了 但是他心中念念不忘的还是男女之间那点事 至于女友扶墙之心自然也很明确了 因为同样对于女人而言 一些累得只能扶着墙走路了 心里是还在思春的 所以来说 女扶墙的意思 这种解释已经简单明了了 所以说 男女不管到了什么样的情况下 心里总是会有男女之事 但是来说 下面另一种解释 才符合上述俗语的说法 在古代 女性受到封建主义的束缚 女子一般是若柳扶风的形象 且常常被限制在家中不出门 然而 即使如此 他们也不会扶着墙走路 以水浒传中的母叶叉孙儿娘为例 她不但不须扶墙 更展现了经过不让须眉的气概 在武艺和身手上 甚至胜过一众英勇的男子 因此 女扶强一词的意涵显而易见 她指的是 只有身体虚弱 或疾病缠身的女性 才会依靠墙壁行走 就像《红楼梦》中的林黛宇一样 她的柔弱形象 与女扶强的内涵不谋而合 那么 女扶强又有何不利之处呢 在古代 由于科技不发达 生活在落后的农耕社会中 一个家庭想要过得好 必须有一位健康的女性 作为妻子 只有男耕女之 夫妻共同努力 才能实现幸福生活 但是来说 如果是女方身体非常虚弱 走路都要扶强的话 那么这个家庭过得并不好 甚至被女方给拖垮 就怕鼻三项 其实这句话意思是说 男人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宁愿找一位扶强的女性 也不能找一位 鼻子有三项的女人 那么什么是鼻三项呢 一 阴沟鼻 阴沟鼻 按照学术的说法 它又叫做节节鼻 指的是鼻梁的上端有凸起 形似驼风或节节状 鼻尖有点下钩 通俗的说法 这种鼻子就像是老鹰的嘴一样 具有鹰沟的鼻子 当然 这种鼻子的男人或者女人 也是大有人在的 比如说三国时期的司马懿 而对于司马懿 三国志 中对于他的特点 也做了一定的描述 就是鹰固狼式 典型的鹰沟鼻 那么拥有鹰沟鼻的人会怎么样呢 老祖宗主观地认为 拥有鹰沟鼻的人 很会察言观色 非常善于捕捉别人的微妙情绪 如果这样的人在生意场上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 想尽一切办法 占尽别人的便宜 如果是在婚姻上 这种人不太会顾他人 只考虑自己 凡事斤斤计较 精打细算 而这样的鼻形 则会影响整个面部的清和力 二 他鼻 什么是他鼻呢 其实鼻他也是很好解释的 指的是鼻梁长得比较短 并且还出现下凹的现象 对于这种鼻子 老祖宗主观地认为 这也是不好的鼻子 因为在俗语中 就有这样的说法 鼻梁生得他 一生要苦吧 老祖宗主观地认为 鼻子未踩 如果鼻子长得高大 好像明星成龙一样 那么这个 这个人的面相就比较好 如果这个人的鼻子生得他 那么一生 就会碌碌无为 除此之外 还有面戴福西显贵 鼻梁他显成空的说法 同样也是说的这个道理 三 歪鼻 歪鼻指的也是鼻头偏的意思 从外观看上去 并不是太对称 也是指的鼻头不正 对于这种鼻子 从外观上来看 确实也影响人的美观 我们老祖宗传统地认为 鼻梁要鼻质要高 才是好的鼻子 比如俗语说的 难看鼻子女看嘴 就是这个意思 当然对于这样的鼻歪现象 老祖宗主观地认为 是相由心生的 如果他的鼻子不好 歪了 那么他的心也不会很好的 这好比适合嘴弯弓不可教 两腮无肉大弯腰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 长得好看的鼻子 会给女人的容貌加分 也因此有很多的女性 因为鼻子踏而自卑 关于鼻子 其中有很多的学问 到底女人长什么样的鼻子好 一 鼻梁高的女人 鼻梁高的女性 被相学视为大富大贵的象征 这一相貌特征 不仅象征着个人的财富和地位 更是一种家庭的福气 核心望之杖 她们通常被认为是 绝对的望夫之下 因为她们身上所具备的好运 势必会波及到她们的丈夫 为整个家庭带来福祉和繁荣 这样的女性 往往具备着内外兼修的气质 不仅外表高贵典雅 更有着过人的才华和智慧 她们在事业上 常常能够取得辉煌的成就 成为社会上的佼佼者 为家庭带来稳定和富裕的生活 而在家庭中 这样的女性更是贤淑能干 能够照顾家人 管理家务 使得家庭和睦温馨 她们的丈夫 常常能够在她们的支持和帮助下 事业有成 家庭幸福美满 因此 鼻梁高的女性 不仅是外表的美丽 更是内涵的充盈 她们的存在 为整个家庭注入了一股 蓬勃的活力和幸福的光芒 二 鼻子高挺 且鼻翼内收看不到鼻孔 这种鼻相较为罕见 其代表的女性多属于现实性 她们会在丈夫身上奋一杯羹 但并不愿意与丈夫共同度过困难时期 很多拥有这种鼻相的女性 在婚前可能表现出业绩优异 收入丰厚 拥有房产和车辆等优势 但一旦婚后 丈夫遭遇生意失败等挫折 她们可能选择离开丈夫而单飞 这样的女性通常注重自身的物质利益 和生活品质 对婚姻关系往往持有一种功利性的看法 她们可能更倾向于寻找 能够给予她们物质支持和稳定的伴侣 一旦遭遇到婚姻中的不顺利或者挑战 便会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幸福 三 鼻梁偏上方有突围者 且鼻子淡无肉的女人 具有鼻梁偏上方突起 且鼻子较为瘦削的女性 通常性格较为奇异 尽管她们的内心并不坏 但却难以获得他人的信任和好感 这种鼻象的女性 可能与周围人相处起来有一些困难 因为她们的行为和言语 往往会给人留下一种古怪 或难以捉摸的印象 在感情方面 拥有这种鼻象的女性 往往面临着儿女缘较差的情况 她们可能难以建立稳固的家庭关系 因为她们的性格和行为 会让伴侣感到困惑或不安 因此她们更容易陷入再婚的情况 寻求新的伴侣 来填补感情上的空缺 四 鼻梁鼻直 准头无肉的女人 拥有鼻直 无肉 刚硬的鼻梁的女性 往往表现出自我 冲动 鲁莽的特点 她们在出力事情时 倾向于凭直觉行事 缺乏深思熟虑和稳定的思维模式 这种性格容易导致 她们在财务管理上不佳 可能会面临破财的风险 即使是拥有高耸的鼻梁 象征着祖上遗产丰厚的女性 也有可能因为自身的冲动行为而破财 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财富的机会 而是她们在管理财务和投资方面 需要更加谨慎和理性 另外 这类女性容易面临着 客死他乡的风险 可能由于她们的冲动和鲁莽 而导致意外事件的发生 因此 她们需要学会 克制自己的冲动情绪 理性思考并谨慎行事 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 山根低 鼻头高 虽是鼻大 但却肉少 加上双甲也低的女人 山根低 准头高 虽是鼻大 但却肉少 加上双甲也低 这种鼻型的女人 为人较为小气 信用不高 以抬高自己 踩低他人为乐 贪慕虚荣 浩大喜功 迷恋美色 身边近视酒肉朋友 富贵难成 容易劳碌 终其一生 六 鼻子下垂的女人 刺鼻相 鼻子大 肉多 准头下垂 向学家称之为代笔 有这种鼻相的女人 悬偶很重视对方家底 丈夫的身家太微薄的话 她是不会下嫁的 她为了金钱绞尽脑汁 很会赚钱 由于她多是出身倾蹄 收入不多 因此婚前她很难富起来 但婚后通过努力 大多数都能忘夫 七 鼻子短的女人 短鼻指的是 鼻子鼻脸长度的三分之一 更短 这种人到了中年 经济情况都稍显不稳 这是由于凡事考虑不周 便贸然行动 因此 短鼻的人 最好配年长一点的丈夫 八 鼻头大的女人 鼻子是财博公 鼻头也叫准头 女人鼻头大的面向 不仅代表财气 也代表夫运 夫运的好坏 如果鼻头发红 且鼻头和鼻周 经常臃肿生疮 这就表明体内脾胃失热 女人要注意饮食健康 鼻头发暗 枯燥脱皮 则提醒的是 纵于过度 身体已经消耗了太多 精液和正气 要注意性爱健康 九 鼻子正 鼻头圆满 如果鼻子长相完美 较正 鼻头又圆满 这样之相 一般都为极下 这类女人多嫁如意郎君 子孙孝顺争气 即使这样长相的人 相貌如何平凡 也会有较好的婚姻配偶 十 鼻头颜色 鼻头颜色 女人准头的颜色 是至关重要的 黄润为财运亨通 赤红色为破彩 出豆子为情绪很差 小心和人争执 如果是发黑 则小心避祸 如果鼻子大 脸大而有肉 眼睛小而有神 下巴翘 则是大腹的面相 十二 鼻头软硬 鼻头软硬 鼻头的软硬 是真的要捏一下的 女人鼻头软的人 财运不如鼻头硬的人好 如果鼻子大 眼睛大而无神 那么即使有钱 也会被人骗走 十三 山根过高的女人 女人山根过高 则自信心及自尊心 较男人为强 为一个自视过高之女性 如果得不到全职相配 则甚难得到人和 因为一生不能出嫁 或婚姻不加之象征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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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